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先算出三行邮票的总个数是10加7加4等于21 如果每一行的邮票个数要一样多 就是21除以3等于7 现在要移动三张邮票 使每行的邮票个数一样多 就要从第一行拿走三个放到第三行 这样每一行的邮票数量就一样多了 现在又多了一行邮票 请你依旧只移动三枚 使每一行的邮票数量都相等 那儿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要想让每一行的邮票数量都相等 就要先算出四行邮票的总个数 8加5加4加7等于24 如果想要每一行的邮票个数一样多 就是24除以4等于6 现在要移动三枚邮票 使每行的邮票个数一样多 就要从第四行拿走一个放到第二行 从第一行拿走两个放到第三行 这样每行就都是6枚邮票了 哇 有趣的一遍图形课堂就上到这里了 下节课的内容更精彩哦 乐儿期待与你的下期相见 拜拜 小朋友 一遍图形游戏有趣吗 这节课我们再来体验一个新的一遍图形游戏 就是图形抢切割 你看我这儿有一个奇特的图形 现在乐儿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请你帮助我把切割后的两个图形 拼成一个完整的正方形 乐儿已经用魔法把图形切割好了 但是到底哪一组才能拼成正方形呢 嘿嘿 原来这样摆就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正方形 小朋友 不要想当然的光看一看就认为哪组图形正确 一定要亲手试验一下摆一摆试一试 才能确定最终答案呢 哇 新的挑战又来了 你看 我这有两个可爱的图形 一个四角仙形 一个可爱的圆形 现在乐儿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请你帮助我把切割后的几个图形 拼成一个完整的正方形 乐儿已经用魔法把图形切割好了 但是到底哪一组才能拼成正方形呢 你来试试看吧 两个半人形站的面积最大 应该先把他们拼好 那么剩下的两个图形很容易就能找到位置了 哇 一变图形乐趣多 乐儿希望你回去之后 也能自己再找几个图形 试着把他们切割成几块不一样的形状 试试看 能不能把他们拼成一个完整的正方形